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听到了他冬去春来也带不走的孤独 但是李清照不仅把词作当作寄托仇私的对象 而且更上一层楼理性分析词作理论 并首次向文坛正式宣布 词不是诗的附庸是独立存在的文体 开前人未有之路 创词作理论之先河 为后世文人所称道 但是这位词国皇后 为何在诵词的巅峰时期 不仅没有得到承认 反而被批评讽刺 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宋词坛》第十二集 李清照是宋代词坛最特殊的一个存在 他的特殊不在于他是一个女性 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宋代 唯一一个可以称得上伟大的女词人 另外几位也颇有名气的宋代女词人 像朱树珍、魏夫人等 无论是在作品的质量 还是在影响力方面 都不可能和李清照相提并论 但是李清照的特殊之处在于 在当时他获得的词坛地位 远远不能和他对宋词的贡献相匹配 换句话说 宋词发展到李清照这里 已经迎来了巅峰时刻 而李清照正是这个巅峰时刻的 标志性人物 但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出现过的几乎所有的一流词人 都赢得了和其贡献 大致相匹配的词坛地位 唯独李清照是个例外 当然了我也实话实说 李清照可能一点都不在乎什么 词坛地位 但他在不在乎是他的事 时代有没有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那是另外一回事 在古代以男性文人为绝对主导的文坛上 女性文人得不到公正的评价 倒也并不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但是最最可怕的是 连女性自己都不认同李清照 这就让人很难接受了 有一个小故事就能够证明这一点 南宋的时候呢 有一位孙夫人 据说在她十多岁的时候 就颇有点表现出了 像小李清照那样的才气 当时的李清照已经是古兮之年 是宋代家喻户晓的大才女 她看到这个小女孩这么聪明 便好心想收她做学生 要是按当代人的常理来推测 能够成为李清照的学生 是多少女孩做梦都不敢想的美事啊 可是李清照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位女孩很严肃地回答了她一句 这是不是让李清照狠狠打脸的一个回答 我好心好意想收你做学生 你不但不表示感谢还来这么一句 读书有才根本不是我们女人家应该做的事 看上去呢 这个女孩只是蜿蜒谢绝了李清照的好意 而且呢理由还很冠冕堂皇 女子无才便是德嘛 这道理谁都懂 问题在于 这个拒绝的言外之意相当明显 那就是我不想做你李清照这样的人 这不就是对李清照赤裸裸的批评 还有讽刺吗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 南宋的大诗人大文豪陆游 虽然自己也曾经在爱情上受过挫折 可是这也并没有改变她对于女性的根本看法 陆游在为这位孙夫人写墓志明的时候啊 是把这个故事当中的孙夫人当成正面人物来赞扬的 认为她呢很懂得做一个好女人的道理 什么是好女人呢 女人家要安守妇道 诗啊词啊那是男人们的事 你们女人家瞎掺和什么 可见啊在宋朝女人有才 不但不值得称赞 反而应该警惕 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看法 宋代另外一位著名的女词人朱树珍 也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女子怒闻诚可罪 哪堪踊跃更迎风 磨穿铁燕非无事 秀折金针却有功 诗的题目叫做自责 似乎是在责备自己 没有像一般的女性那样恪守妇道 却不务正业的去武文弄墨 那个时候的女子啊 应该做的正事是什么呢 是生儿育女 是持家做女工 女性勤劳的标志是 秀折金针却有功 至于风花雪月 吟诗作父 根本就不应该是女人的本分 磨穿铁燕 对于寒窗苦毒的男人 那是值得赞美的勤奋 可是对一个女人来说 那就是不安分 你看 这就是宋代才女面对的现实啊 所以陆游笔下那位 幼有书制的孙夫人 后来在父亲的教导下 并没有成为像李清照那样的大才女 而是日夜诵读 各种古代恋女的生平事迹 并且呢 以此来要求自己 她成为了那个时代 优秀女性的典范 善于武文弄墨的李清照 与埋首于书画古气的赵明成 似乎是一对神仙眷侣 他们秩序相投 琴瑟和鸣 感情上更是如交似漆 成为一段美谈 但是 在这看似幸福甜蜜的婚姻后期 他却引出了从今又添 一段心愁的词句 究竟是何事 让李清照愁长百节 却又无法直输胸义 只能探到多少事欲说还修 这位宋代第一才女 又如何将她无法明说的 愁烦缘由 用典故 深藏在了词作当中呢 才早非女子事也 不知道李清照听了这样的拒绝 当时的她会做何感想 会有怎样的反应 满腹经伦的宋代第一才女 恐怕也是宋代最寂寞 最无人能懂的女人吧 说到这里呢 你可能会不大认同我的观念 寂寞 无人能懂 这不是事实吧 就算全世界都跟她作对 至少她应该还有一个相濡以沫 相敬如宾的丈夫吧 对呀 李清照不是有一个相伴了二十多年 秦色相邪的知己丈夫 赵明成吗 赵明成和李清照 不是古代文人圈里 有口皆碑的模范夫妻吗 从旁人的角度看啊 似乎的确是如此 跟古代其他大多数的夫妻比起来 赵明成和李清照 的确算得上是模范当中的模范 是所有人都羡慕的神仙圈 但是有谁问过李清照自己的感受吗 当然即便真有人问 也未必问得出李清照内心深处的答案 但是在他自己的词当中 这样的答案其实并不难找 不信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李清照的这首 凤凤凰台上一吹消 香冷金泥 背番红浪 起来雍字梳头 任宝帘尘满 日上连沟 生怕离怀别苦 多少事欲说还休 心来寻 心来寻 非干病酒 不是悲秋 修修 这回去也 千万遍阳关 也则难留 念武陵人缘 烟锁晴楼 唯有楼前流水 应念我 终日宁谋 宁谋处 从今又添 一段 心愁 这么长的一首词 从头至尾 居然就只写了一个 愁字 那李清照 到底得有多难过呢 我们不妨 透过这首词的字面 来和李清照的 心灵世界 对对话 词中的尽头 一开始对准的是 卧室的环境 诗形的香炉当中 香早就燃尽了 只剩下冷冰冰的香灰 可是女主人 也没有心情去添香 床上的被子 胡乱地堆放着 也懒得去整理碟放 女主人 懒洋洋地起床了 可是还提不起 一点梳妆的兴致 她只是呆呆地 坐在庄台前 任宝莲城满 日上莲沟 桌上盛放化妆品的盒子 早已经落满了灰尘 这说明什么 说明女主人 不是只有这一天 懒得起床 懒得化妆 而是这种懒洋洋的状态 已经持续了无数天了 她都想不起来 到底有多少天 没有用过化妆品了 每天任由太阳 就这样高高升起 她依然在梳妆台前 茫然发呆 她之所以不梳妆 是因为离怀别苦 是因为丈夫不在身边 但如果仅仅只是离别相思之苦 她为什么还要强调一下 多少是欲说还修呢 而且啊 在这种漫长的离别当中 她又不可遏制地消瘦了 消瘦的原因 不是因为醉酒 也不是因为悲秋 那么李清照 欲说还修的难言之隐 到底是什么 在她和丈夫分离的这些日子里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李清照自己没有明说 我们当然也不能够妄加揣测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词的下片 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换头 修修 这回去也 千万遍阳关 也则难留 这几句 简直是沉痛 绝望至极的语气啊 算了吧 算了吧 她这回一走 那就是头也不回 留都留不住的绝绝啊 就算你唱一千遍 一万遍阳关曲 也留不住她的人 留不住她的心啊 接下来两句话用典故 念武陵人远 烟锁情楼 武陵是桃源明 桃花源纪当中 桃花源的所在地 所以呢 武陵其实是桃源的代名词 而桃源的典故 除了桃花源纪这个出处以外啊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出处 南朝宋刘亦庆的小说 《幽冥录》当中 讲了一个桃源玉仙的故事 这个故事啊 很香艳 说的是东汉年间有两个人 一个叫刘成 一个叫阮兆 他们去天台山采药 结果迷了路 回不去了 带在身边的干粮呢 也吃完了 正饿得头昏眼花的时候 忽然看见悬崖上 有一棵大桃树 上面结满了桃子 他们于是爬上去摘桃子吃 吃饱了准备下山的时候 又邂逅了两位十分漂亮的仙女 仙女紧衣玉食地伺候着他们 当然最重要的是 还以身相许 住了十多天以后 刘成阮兆想回家了 仙女又苦苦挽留他们 多住了半年 最后实在是留不住了 就送他们回了家 可是两人回去一看呢 村子里的景物啊 人啊全都变了 原来他们在山中的这半年 人间已经过去了好几百年 他们拦住一个小孩子一问 这个小孩竟然已经是 他们的第七代孙 正因为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桃圆玉仙 刘阮天台 也成了世词当中 频繁出现的一个著名典故 专门用来指男女艳情 所以在唐诗诵词当中 武林人入桃圆 与刘阮桃圆玉仙 这两个典故啊 往往合二为一 武林人就演变成了 对于丈夫或者是恋人的代称 秦楼又是另外一个典故 传说秦木工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善于吹枭的才子 叫做萧史 秦木工啊很喜欢听他吹枭 还把自己的女儿弄玉 嫁给了他 弄玉跟着萧史学吹枭 能够将凤凰鸣叫的声音 学得唯妙唯肖 后来夫妻俩吹枭 引来了真的凤凰 他们跟着凤凰一起 飞上天 成了神仙 这位女子弄玉住的地方 就叫做秦楼 也叫凤凰台 弄玉和萧史的故事 原本是一段 夫妻间秦色和民的佳话 可是后来秦楼的典故 往往会被用来表示 离别的悲伤 李白不就写过两句吗 萧生夜 秦娥梦断 秦楼月 李清照用这个典故 很可能也隐藏了 对夫妻间举暗齐眉的 美好生活的留恋 那是他做过的 一个不愿意醒来的梦 但是梦终于还是醒了 大家注意哦 李清照用的这个词拍名 就是凤凰台上 一吹消啊 相思之情和调明暗和 难道不是李清照有意为之吗 词解释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怀疑李清照 欲说还修的多少事 或许不仅仅是夫妻间的正常小别 那是不是还包含了丈夫的三心二意呢 这很可能就是李清照 婚姻后期的真实状况 他并非丈夫爱情世界里的唯一 又或许啊 在那个时代里面 像婚姻索要爱情 原本就是一种奢求 很可能在丈夫的世界里面 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爱情 有的只是要共同面对的婚姻和事业 李清照的确是赵明成最佳的生活伴侣 是最好的事业同志 但是赵明成未必给得了李清照 想要的完美爱情 人们通常将李清照的愁烦 归咎于其夫赵明成离世之后的孤寂 但是在两人诀别之时 赵明成的嘱托已经失去了爱意和温暖 由此可见 在两人漫长的婚姻之路上 赵明成作为李清照最亲近的人 已经不再是与他琴瑟和鸣的知己 对此 作为情感细腻丰富的妻子 李清照的心中有多少无助与无奈 而整个宋代又有几个人 能够对李清照的人品和才华 给予重肯的评价呢 还有一件事 可能也会让李清照无比的寒心 这件事情呢发生在靖康之难以后 赵明成李清照夫妻仓皇逃难期间 在建言三年也就是一一二九年 这是南渡第三年的五月份 赵明成在逃亡的路上 接到了朝廷的旨意 他被重新启用为胡州的知府 那这一次呢 赵明成必须先和李清照告别 他要从陆路赶到健康去 参见暂时铸臂在那里的宋高宗 六月十三日 被重新启用的赵明成 似乎已经忘记了此前 他曾经临阵脱逃的耻辱 意气风发的和妻子告别 但李清照这回的感觉啊 很不好 他对已经上岸准备出发的丈夫 就喊道 如果城里局势恶化 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呢 赵明成插着手远远地答复他 反正你跟着大家一起跑就行了 如果实在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 先扔掉笨重的家伙 其次呢 是衣服被褥 再次是书画 最后再扔骨器 只有最珍贵的宗器 你就随身抱着 随身背着 绝对绝对不能扔 人在 东西在 要是东西丢了 除非你人死了 切记切记 说完 骑着马 一溜烟 绝尘而去 赵明成的临别嘱托 一方面 体现出令人敬重的职业精神 一方面呢 就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和妻子告别 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收藏品 尤其是要求妻子用生命去保护宗器 宗器啊 就是用于祭祀先祖的器具 但他没有半个字 关心妻子的安危 宗器固然神圣 但妻子的生命 难道就不珍贵吗 赵明成的嘱托 足够理性 唯独缺少了 发自内心的温度和爱 而这一次的告别 竟然就是夫妻俩的生死诀别 而这一次告别时 赵明成的嘱托 竟然也就是他留给李清照的最终遗言 这样的告别方式 李清照应该并不感到特别的意外 丈夫是个工作狂 这一点呢 他早就深深地理解 并且他也一直是在全身心地 支持丈夫的事业 并且还成了丈夫事业最得力的助手 但是作为妻子 尤其是一个情感丰富细腻的妻子 在这样生死交官的时刻 他内心的含义 或许真的也会令人欲说还休吧 唯有楼前流水 应念我终日宁谋 宁谋处从今又添一段薪酬 新婚蜜月期短暂地 轻轻我我过后 漫长的婚姻里 消耗了最初的浓情蜜意 包括赵明成在内 甚至从来都不会有人问起 在李清照那些 愁长百节的词句里 到底隐藏了他多少的 落寞 无助 还有无奈 即便是像赵明成这样 和他最亲近的人 都未必能够成为他的知音 何况是那些 根本从来没有走近过他 却仍然要对他 指指点点的旁人呢 回顾整个宋代 竟然没有人真正的正视 和客观评价过李清照的词 在北宋时期 只有两三种文献 大约提到了李清照 而他的身份呢 要么是赵明成妻 要么是李格飞女 而且呢 也仅仅是涉及到 他的一两句诗 赵明成写过多种 金石续拔 也从来没有正面评价过 李清照的诗词成就 南宋以后 李清照的词开始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人们在肯定他的才华的同时 却更加否定了他的人品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王卓 王卓表扬李清照的诗名 认为他在宋朝女性诗人当中 算得上是文采第一 但同时他又在人品上 对李清照做了全盘否定和贬斥 认为李清照 通俗的解释一下 王卓的批评其实就是说 李清照啊李清照 你到底还是不是一个大家闺秀啊 你看看自古以来 有哪个大家闺秀 像你一样肆无忌惮啊 你还真的什么荒淫之语都敢说啊 最早对李清照进行比较全面肯定的人 可能是朱玉 他认为李清照的诗之典善 无愧于古之作者 其词有婉例 往往出人意表 尽未见其比 但是他的评论在当时 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对于李清照的词史地位 来自文学地位极度推崇 一直要等到二十世纪 比如说现代学者郑振夺 认为他是中国文学史上 最伟大的一位女诗人 而胡云义甚至说啊 李清照的成就 不仅仅在于词 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已经与伟大的骚人屈原 诗人陶钱杜甫 并垂不朽了 当代美国汉学家艾朗诺先生 在研究李清照的专注当中也说 李清照是一位奇女子 兼惠业文人 他在宋代就已知身闯入文人圈 虽然屡遭质疑处处碰壁 但仍以出众的才华证明了自己 当然你也可以说 现当代学者可能拔高了 李清照的文学史地位 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宋代文坛又过于无视 甚至蔑视了李清照的特殊存在 他即便不是宋代最伟大的词人 至少也是宋代不可替代 不可或缺的最优秀的词人之一 能够证明李清照卓越成就的 除了他那些令人拍案叫绝的 经典诗词之外 他还创下了多个词坛第一 成为宋代词坛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人物 首先李清照是第一个 用理论著作的形式来总结 反思到他为止的唐宋词 全部发展历史的人 他的词论这篇文章 具有词学理论开山之作的历史意义 而这个时候 词史的发展已经到了 以周邦彦为集大成的高峰 理论总结和创作指导 理应及时跟进 而这个理论工作 是由李清照的词论 正式拉开大幕的 其次呢 李清照在词论当中 首次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理论 这就等于是第一次 正式向文坛宣布 词作为独立文体的价值 词应该是有自己 独特艺术价值的独立文体 所谓别是一家 核心意义就是 词不应该是诗的附庸 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宣言 反映了他词体自觉的意识 要求词体被尊重 词就是词 不应该和诗混为一谈 第三 李清照在词的创作技巧上 有非常多开创性的突破 并且呢 还不断成为了后代词人 效仿的榜样 我简单举一个例子 李清照特别擅长运用碟字 比如说他的声声慢 一开篇就是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七七惨惨 奇奇 连下十四个碟字 真的是前无古人的大胆创新 被誉为是词坛绝唱 很多后来的词人 想学他的这种谍词用法 但最后都不过是 东师孝平而已 清代的词坛大家沈谦 就曾经非常老实地承认过 我也算是有才的了 曾经唱贺过唐宋词三百首 唯独不敢唱贺 寻寻觅觅这首 为什么呢 恐为妇人所笑 因为怕李清照 笑话我呀 南宋末年的爱国词人 刘成翁也曾经这样说过 他在元宵节的时候 诵读李清照的 勇欲乐词 忍不住为之替下 词后每每读到这首词 都情不自尽 于是呢 也忍不住贺了一首 虽然文采和情志 都比不上李清照 但悲苦之情 却有过之 而无不及 让刘成翁每每读之 都为之替下的 勇欲乐 是这样写的 落日容金 墓云何必 人在何处 燃柳烟浓 吹梅狄苑 春意 知吉许 元宵佳节 融合天气 次地 岂无风雨 来乡赵 乡车宝马 谢他 谢他 酒棚 诗旅 中周圣日 闺门多侠 既得 偏重三物 铺翠官儿 念金学流 促代 征济处 如今憔悴 风还 双柄 怕见 夜间 出去 不如像 蓮儿底下 听人 笑 凤凰台上 一吹销是 李清照 难度之前的作品 也就是他 前妻的作品 而勇欲乐呢 是他在 国破 家王之后的 晚年作品 如果说 他前妻的作品 主要是引用 自己个人 生活当中的 酬情 那么他 后期的词作 在孤苦无依的 个人酬情之上 又涂抹了一层 更为浓郁的 家国悲情 这首 《勇欲乐》 就是其中的 代表作 元宵佳节 本来应该是 宋朝的 狂欢节 加情人节 当年 国泰民安 居住在 开封的时候 每到元宵节 李清照 总是会和 好姐妹一起 打扮得 漂漂亮亮 去赏灯 游玩 可是现在呢 他已 容颜憔悴 并发 斑白 即使还有 酒棚 师友 来召唤他 邀请他 出去关灯 出去赏玩 他也以 风雨不定 天气不好 为理由 婉言谢绝 他只是 独自在 莲耳底下 听他人的 繁华热闹 欢歌笑语 这并不是 李清照 单纯地感慨 自己的衰老 而是 融入了 对 故国的 殷切思议 江南的 元宵节 依旧有 流金 异彩的 落日 有灿烂的 云霞 烘托着 碧玉般的 满月 可是在 这样美丽的 日子 他却提不起 任何 游玩的 兴致 而是 不由得 深深怀念起 在故都 汴京 度过的 每一个 元宵佳节 他是通过 今夕 对比 往日的 繁华热闹 反衬 惊天的 憔悴和 诗意 真可谓 以 乐景 血哀 而 倍增 其 哀痛 如果我们 再进一步 细审 词意 会发现 李清照 在这首词当中 还隐藏了 更深层的 感慨 国家 只剩 半壁 江山 恢复 中原的 希望渺茫 可是刚刚 从战火当中 喘息过来的 南宋小朝廷 居然又开始 英歌厌恶 醉生梦死 这种苟且 偷安的现状 怎不叫 心怀家国的 慈人心痛呢 他怎么能像 那些人一样 没心没肺 暖风 熏得游人罪 只把杭州 做汴州呢 这样走出 小我的规格 融入 家国 大爱的 李清照 不仅 在整个宋朝 没有得到 本应 属于他的 温情 在后世的 诸多评论当中 人们似乎更愿意 津津乐道于 去争辩他 后来有没有再婚 有没有离婚的 八卦 却好像忘了 他一个人 孤独而高贵的 银额 成就了宋词 一代之芳华 所以 如果可以穿越 我愿意穿越到 宋朝 给他一个 温柔的拥抱 这个拥抱 我们已经欠他 欠得太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